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梗 今天来玩元气骑士 一进来发现这里可热闹了 这还有个邮箱 哇塞 这不发财了 那么多的元气壁 我还不是想买啥就买啥 天气一热 先来平可乐 当然了 确认过眼神是买不起的人 家里电视也坏了 还是不折腾了 这还有鸟蛋机 这么啥也没有 还亏了十块钱 算了算了 还是先选一个职业玩一玩吧 这法师我喜欢 爱了爱了 尴尬了 钱不够 还是换一个吧 一天二的弓箭手 我得打多久才能用啊 只能当个老本堂 做资格了 送我一对鸳鸯刀 不错不错 这泼泼龟 屋里也太热了吧 还是出去逛一逛 哇 这不是地球吗 这还有自白 不让怪物破坏水晶 守护雅典呢 我就上场了 看我一命过关 旁边还有防御塔 让我看看这塔里卖的是什么呀 什么嘛 原来是选难度 像我这种高手 怎么可能会选简单难度 要就来最难的 哎呀 手滑了 打扰了 咦 奇怪 丁丁你怎么来了 是在蒙眼心受欺负了吗 哎 居然还动手了 那就别管伯格机了 先来一个创糖葫芦 一下就升级了 也太轻松了吧 前面就是他们的复活点 让我把他们一锅端 哼 这地有毒 差点就够带了 我的天 怎么一下那么多 我打 打 打 可算解决了 先去升级下装备 以防万一 先来一个火箭筒 等等 这会变当当了 来得正好 是我一发意大利炮 轻轻松松 就没有一点更厉害的吗 呃 你们不要过来啊 差点凉凉了 再整点厉害的装备 要买当然买攻击力最高的啦 来把魅影压压压惊 扑着关商店 差点被偷袭了 这魅影怎么不给力了 还是我箭筒靠谱 我记得商店里还有一把巨豹 看起来不错 有钱日系 买买买 造群钉钉试试水 哇塞 球都飞起来了 这坐着打不过我 还耍赖上包包蛋了 看我一棒送你们上西天取经 再试试我新买的风神功 怎么跟老痒痒一样 满血通关 小伙伴 你们还想看我挑战什么难度呢 欢迎在评论下留下你的答案哦